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劉逸兒 今天想要邀請你們陪我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逛街 相信每位女孩都會幻想一個夢想的婚禮 那今天我就代表了婚禮特派員 那我們先進去TASAKI看看囉 我剛剛逛了一輪 我覺得這兩樣都好難抉擇喔 那這邊的話其實還蠻推薦的是鋼琴系列的樣式 因為它是比較獨有的一個設計 然後它又是以琴鍵為設計的出發點 對 它其實戴起來會是還蠻特別的 通常男生會帶這麼多兩樣的東西嗎還是 比較建議可以帶一些素面的樣式 像櫻花精的部分的話是TASAKI獨有的金性 那它更適合我們亞洲女生的膚色培養 戒指除了是代表兩個人的信物之外 對我來說看到戒指啊 就會讓我事事提醒自己 一段很美好的婚姻其實是兩個人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互相體諒 可以看到這個是載具 載具 對 所以載具就是說 男生的話它可以或是你要個性一點的話 你其實可以把它當成是雙環的衣服 對 我可以搭配我今天的衣服 這裡除了很多手鐲以外 還有很多刻作的法官都可以自己動手做 動手挑 做成你最喜歡的產品 因為我前兩天才看到我表姐結婚 然後她籌備婚禮大概一年多吧 然後我就看她 哇 好辛苦喔 那時候就覺得哇 一個婚禮其實完成不簡單 但因為其實我有愛在 所以其實累得很開心 但是因為女生就很希望在婚禮那一天 就是很漂亮 身材就是很好 上手得 或者是哇 有線條 然後穿上很漂亮的衣服 就像小公主一樣 就很想要問問看有沒有什麼 方法可以讓身體可以在 就是也不是說偷懶啊 就是迅速的 能不能有幫助一些讓自己線條更好 在女生的一個婚前的一個保養期間 我們大概抓三個月左右 是一個密集的一個保養 三個月就可以了 那像我們家的設計課程都是用小的 或者說八堂課 密集的叫做 像一般穿婚紗 最多露出來就是胸前這一塊 對 然後我們頸部這邊的線條 以及像鎖部在 然後以及像身體的 腰線的這個曲線位置的話 其實短短三個月時間都可以讓你 很有一個效果感的一個存現 希望所有準新郎準新娘 在籌備婚禮的時候 都可以已經沐浴在幸福之中 那今天婚禮特派員劉宜兒成功 掰掰 掰掰 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